奶奶关心国道3号两天内发生三起大型车祸事故 第一起发生在昨天深夜南向大溪交流道出口扎道 一辆大货车撞击内侧护栏后翻覆驾驶送医后死亡 第二起发生在今天早上南向通宵路段 一辆砂石车驾驶撞击停在路间准备脱旧的大货车及脱掉车 造成大货车脱掉车驾驶死亡 第三起同样在今早北向河美路段一辆大货车追撞小客车 在挤压前方全连接车的后车尾 被挤压的小客车驾驶死亡 一连发生三起严重事故 共计四人死亡一人受伤 警方决定要利用高架桥制高点 在车子行径间录影踩证 但一听警方说法 国道警察现已利用高架桥制高点及行径间录影方式 针对未保持安全距离 任意变换车道 使用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等违规进行举发 呼吁用路人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 随时注意前方动态 国道公路警方分析 许多驾驶因长途行驶 喝水捡东西或看手机 和前方车辆跟太近 等到要闪避时已经来不及 提醒民众行驶时切勿分析 因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避免亮出意外